这次遇到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小美可能不能待在山东了 至于什么原因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不能讲 上次老乡来山东主要是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给我看月子中心 就是我老爸不同意 然后我们就没有去了 第二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然后就导致我老爸和老肖的关系就变得很紧张 两个人都相互不怎么信任了 已经我跟我妈劝了很久都没有用 现在情况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本来是说我跟老肖两个人考虑在哪里生小孩 考虑了非常久 最终决定来到山东 因为我爸妈在山东 爸妈在这边比较安稳一点嘛 但是老肖现在非常激动 特别的激动 他非常不愿意我带在山东这个地方了 说你可以去江西湖南杭州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还在山东的话 他就非常的不愿意 这个事情处理起来真的很难很难很纠结 我和老肖两个人都不好了 反正本来他今天就要来山东接我的 但是我没有让他来 我让他不要激动 让他冷静一下 也请大家就不要问什么事了 因为真的不好说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好我是老肖 现在几点钟我看一下 现在凌晨2点12分了 等录完视频结好 应该又到4-5点钟吧 对的现在还没睡觉 基本上这段时间都会到凌晨2-3点以后才会入睡吧 因为一个是在杭州本身事情也多 另外也有其他的事情影响到自己 今天我把前面两条视频所有的评论都看了一遍 包括抖音上的 也包括我自己账号上的 每一条评论都认真仔细的去看过 说实话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评价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指导 一些评价和一些建议 真的很感动 我其实非常担心 大家会把矛头对这种小美 但是幸好没有 其实说我再多我都能接受 我都也愿意去听取大家的一些建议 只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会牵扯到原生家庭的事情 我是没想到的 好像原生家庭不好的孩子 在这个社会上天生就带有歧视 不管他长大以后遇到任何事情 碰到任何情况 别人都会评价说 你看原生家庭不好的孩子就是不好 性格就是不好 就有这样那样的权限和问题 这样的歧视难得要伴随终生吗 好吧 我也无可辩驳 也许你们说的是对的 对不对 至于你们说的我身上的其他问题 只要我有的 我都会认真去吸取 当然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总归是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小美也跟爸妈商量了 她说还是来杭州吧 那就来 来吧 也许等小美来了杭州之后 这个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不过小美要来杭州的话 老小又有的忙了 首先就房子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因为小美打算去山东 然后我们就把房子 之前那套三驱式的房子就转租掉了 现在的话就变成了两室的 两室的老小这边也合租掉了 就有另外的人住在这里 那如果小美来这边生孩子 坐月子的话 那肯定会打扰到别人 跟这位朋友商量 看怎么样才有一个两全的 一个解决方案吧 实在不行可能只能另找房子了 这两天我就要把这个事情落实掉 至于小美来杭州之后 产检和生孩子的医院 那这个时候等小美来了再说 这个也不是特别急吧 反正这两年的话 那布兰也这辈子 其实到目前为止 老乡好像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一直在折腾当中 反正也是折腾命了 习惯了也无所谓了 总之呢 所有的问题都是老乡引起的 所以也请大家继续监督和批评 老乡这个一直没有长大的老男孩吧 这个事情呢 既不是剧本 也跟老乡是不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影响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不是什么性格问题 至于谁对谁错 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一家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生活着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许世界是最好的答案吧 把一切都交给世界 它是最公平的 另外为什么还要这么晚 还要拍个视频呢 因为我们既然之前说了 每天两个视频雷打不动 那就尽量做到吧 尽量坚持去把它完成掉 谢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早安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小 这段时间真是风波不断呀 从最开始我们在杭州的时候 考虑去哪里生孩子 然后后来去山东 到要不要住院子中心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 我说要给生活费 到现在呢 小美又突然说要离开山东了 就像有些网友说的 小美还个孕怎么那么多事 其实呢谁也不想那么多事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老小的错 因为老小并没有给到小美一个 安稳的一个环境 也没办法给到她一个安稳的家庭环境 导致小美在还孕的时候还要四处奔波 真的是颠沛流利 然后也真的对不起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小孩 我的宝宝在肚子里面就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特别对不起 非常非常的惭愧 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 其实老小从没有去发视频解释过 因为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 没必要再去提也没必要再去讲 包括上次月子中心的事情 既然觉得没必要去嘛 那我就不去就行了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去讲的 但今天早上小美说到这个事情的话 一时半会还真的很难把它解决掉 为了这个事情的话 我跟我岳父其实经过了非常严肃认真的探讨 当然也发生过非常激烈的言语冲突 很多网友说老小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 这个其实也没啥好解释 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还不好讲 但如果有一天能讲出来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赞同我的一些方式吧 虽然可能比较激动一点激烈一点 比较急短一点 但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这个事情也很难把它处理和解决掉 至于这段时间小美遭受了很多的批评 其实老小真的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非常非常的急 甚至于想让小美的账号暂时停根算了 相比于在上面赚流量企业来说 我更希望小美在一个更加安定更加稳定的环境下出生 把宝宝健康的生下来 赚钱这东西以后还可以赚的 但后来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家人们 非常支持我们非常喜爱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对喜爱我们的人负责 还是保持更新下去 让小美离开山东其实是老小的决定 我本来真的想前段时间就过去了 把上面借过来 有些越分越来越大 等再过一段时间真的就没办法了 这个决定有点极端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没处理好 那我还是会继续做 哪怕得罪再多人我都会做 所以请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真的要骂的话 请骂老小 老小一定一定接受 并且积极改正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也感谢所有的意义 真的感谢 我衷心希望这个事情不愿影响到 我们这个家庭 很 imperative 还给我待了 你俩赛自己是 threed 心灵另一set 倭咙 在大丰